爱护台湾生态与环境教育的朋友大家好 你、我、他这些代词在日常对话中主要用来指代不同的人或事物方便沟通 他们在我们心中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这些词背后其实隐含着对自我、他人以及外界的执着 尤其是我这个代词 我的概念深入我们的思维中 成为自我意识的核心 我们的日常活动、情感反应 甚至连梦境都围绕着我这个中心展开 这种自我意识及佛教中所说的聚生我执 使我们无时无刻不以自我为中心 并且不断强化这种执着 这种执着导致了对自我及其相关事物的过度关注 进而引发种种烦恼 当我们看到自己随着时间变老、出现皱纹时 虽然理智上明白人必然会衰老 但因为对我这个不变概念的执着 我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从而产生痛苦 这段文字强调 这种对我的执着是导致心理烦恼的根源 相比之下 对你或他的执着 虽然也会引发问题 但相对容易被察觉和理解 因为我的概念涉及自我认知 这使得解除对我的执着更加困难 然而 当我们认识到我也只是一个名项 一个符号 而并非真实不变的存在时 我们就可以开始减少对自我的执着 从而减少由此产生的烦恼 佛教教义中提到的无我观念 正是对抗这种执着的核心 理解无我的道理 即认识到我并非真实不变的存在 进而认识到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 是解除苦恼的关键 进一步修行 透过禅修观照自我 体正一切皆空 便能最终达到解脱 活出真正的自我 总结来说 你、我、他这些代词在日常使用中 看似平常无奇 但实际上承载着我们对自我和外界的认知与执着 理解并放下这些执着 特别是对我的执着 是解脱烦恼的重要步骤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2024年8月14日 布莱克独木州生态研究中心记录